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郑叶诚亲自回复袁冰言,让粉丝眼红 但为什么要区别对待 钟叶诚和杨元斌是这一期最火的荧幕情侣 主演的早安更是人气爆棚,CP感十足 粉丝们要求观看还不够,还要求他们继续一起玩 不同于一般的荧幕情侣,郑叶诚和袁冰言是好搭档 即便是在停业后也保持着良好的私下关系 比如在一次直播中,钟叶诚对钱冰安说 我知道这部剧对你很重要,钱冰安立马哭了 我不是一个关系很好的好朋友,也不会说这种话 其次,郑叶诚直接回应了袁冰言的言论 郑叶诚亲自回复袁冰言的评论,向袁冰言致敬 由于IP地址透明,Star的一些问题变得明显 最明显的是,有些评论和回复可能不是明星自己发的 而是由工作人员代替 比如杨阳和赵露茨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牵扯进来 引起了一些争议 不过也有一些明星自己动手,郑叶诚就是其中之一 宣传期间,袁冰言两次对钟叶诚发表评论 并积极回应 几乎是几秒钟的时间,他伪装自己,洒了一波CP糖 为什么说钟叶诚直接回答? 请注意,郑叶诚的IP地址在评论部分显示在浙江 根据行程通知,钟叶诚当时肯定在浙江 但完全正确 说是郑叶诚亲自给袁冰言回复就够了 这波宣传的互动合作很好 他们都努力实现标准化的专业化 这是对钟叶诚的袁冰言的致敬 当然,作为玩伴 他必须直接回应,以示尊重 让其他人取代他并不总是有意义的 而且他可能是肤浅的 同时,他们也表明他们关系很好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当然,他们是好朋友 所以上帝需要减少娱乐圈的交友套路 说实话,像郑叶诚和袁冰言 这样和谐的CP是很少见的 给粉丝的回复换成了郑叶诚的工作人员 粉丝们眼红了 除了袁冰言,评论郑叶诚的粉丝也不少 仔细看IP地址 有的指向上海而不是浙江 有的指向四川 显然,这是工作人员的回复 而不是郑叶诚的个人回复 钟叶诚一个人回复很多粉丝是不现实的 而借助外力可以回复更多粉丝 满足更多粉丝 这并非不可能 IP地址透明后换成工作人员的粉丝有点嫉妒 恨不得当神 另外,我不认为这几乎是有意义的诚实 这种感觉是可以理解的 有粉丝把她比作前冰言 但钟叶诚自己回复前冰言 却让她自己回复 她比我的朋友重要一点 治疗上的差异很明显 这种思维方式是少女饭团的通病 既然少女本来就是吃醋的 难免会觉得难受 实际上,没有必要 首先,工作人员的支持也是为了增加粉丝回复的数量 让粉丝朋友们不至于失败 请试着想象 郑叶诚的很多评论 绝对是不可反驳的 每个人都明白一个道理 人越多越强大 试着让尽可能多的人快乐 而不是不快乐 而且,工作人员的代表是正月组 没有她的允许 任何人都不能轻易回复 原因不是为了让粉丝失望 而是为了和人一起玩 最现实的是 你会看到你郑叶诚账号的所有回复 无论是郑叶诚的个人 回复还是员工回复 但IP地址不同 也就是说 最终的属性是郑叶诚 没有区别 因此,您不必嫉妒这些琐碎的事情 直接回复前 Being and是对您的合作伙伴的致敬 工作人员将改为回复粉丝 以免更多粉丝失败 一切都是善意的 没有所谓的歧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by bwd6